HIGH HIGH 欢迎回来 今天 对 上个星期休息 这个星期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拍 但是刚好我有去店里面 然后来了新的东西 不是新的包还是新的卡 是新的周边产品 这个 看起来很小 跟之前的那个 EVOLUTION BOX 就是这次是DIGIMON的产品 对 DIGIMON的周边 然后跟上次的那个 EVOLUTION BOX是差不多的东西 不过那一个会比较好 因为那个有 Promo卡 然后也有卡套 卡盒 跟卡电 但是 这个的话 它就只有 卡电跟卡盒 但是它的 花是很美很美 但是它价钱有点高 是非常奢侈 这个东西 需要260 250到260块 是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开箱这个东西 来吧 它是真的是非常小的 然后 我们先开 这个是 它的花是 BT2 不懂 不懂有没有人去 如果有常追 那个 DIGIMON消息的话 应该会懂 就是 这个产品 然后 而且他们也有宣布了 下一次的 这样子的周边 就是那个 OmegaMon的 BT5的 那个 就是 一个黑一个白的 那个 poster 的那个 Play Map 就是 就是卡电 然后 本人有买这个 其实我蛮喜欢这种 就是 插画的东西 就是 这是BT2的 那个poster的 对 花我一点时间开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先打开 它的卡套是 这个样子 就是 就是BT2嘛 对不对 BT2的那个poster 它那个海报的那幅画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 就是坏的角色跟好的角色 对抗的一个样子 然后 这个卡套只有在这个盒子得到 所以是蛮珍规的 所以我 应该是不会拿来用的 我应该是自己搜这 然后 这个卡套只有在这个盒子得到 至于卡 卡片呢 到底没这样子空空啊 什么都没有 这个是蛮伤身的 诶 这个东西我可以拿来用的 蛮不错的 这个盒子 因为之前的那个 它是 没有这样子 它是外面那个 它是没有这样子可以 没有这样子可以锁起来 这个是有的 所以 这我可以拿来放卡 卡套 对 不错不错 所以它的卡电 就是 长这个样子 个人觉得是蛮好 有些人会觉得 哦 这样我不如 呃 去叫人家自己 Custommade就好 对不对 Custommade又便宜了 20块 30块 就可以了 是啊 当然是便宜一点 而且你可以自己 选你自己的话 但是 我 我的人是比较喜欢 买这一种 因为之前我也是有买过 另外一个 Better Spirit的 那个是 Omega Mon的 然后 我就是 长这个样子 然后 因为你 这样讲 官方的它的那个 Texture 它的那个 Quality 还是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子 我应该暂时 不会拿来用先 因为我 还有一个 就是Evolution Box 我还没有用 所以 应该不会暂时 不会拿来用这个 或者 还不知道 所以 这个是 收藏品 对 很奢侈的收藏品 250块 这样子 所以今天就很无聊 开了这个东西 然后下个星期 应该 就是会 BT6 到了 BT6 到了的话 就很开心 因为有新的牌组 可以组 然后有新的对战影片 这样子 然后可能会 陆陆续续可能会 做比较多的 那个 Digimon的video Pokemon也会做 因为Pokemon暂时 真的是蛮冷清一下 没有什么玩家 因为是 我们这边有 MCOL 对 我们本来就有MCOL 所以也没有什么玩家 Pokemon的话 可能也是等 SS6出来以后才有东西做 然后 Digimon的话 期待是 BT6 因为BT6 是我玩的紫色的secret 然后又有更多的 不同的牌组 然后下次的话 我会 做更多东西 可能会介绍牌组 怎样组 之类的东西 这个是个人意见 只是分享给大家 不是讲教大家 只是分享 一个分享 就是给你多一个参考的内容 这样子 本人暂时比较想推 Digimon会比较多 因为 Sync 对不对 希望有更多的玩家 加上我们店里面的Digimon 也蛮活跃的 所以 也不错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按照留言分享 有没有订阅快订阅我 拜拜啦